稍微介紹一下劉老師 劉老師其實來過我們東亞所演講 所以非常感謝他 劉老師之前是在上海復旦那裡的任教 退休之後到我們台灣來 對我們台灣的學術界的貢獻 非常非常的顯著 因為我們過去真的沒有像劉老師 這樣子的視角跟研究的方向 劉老師本身是研究佛教 或是東南亞的佛教 我們其實跟劉老師下的聊天 我們就特別發現劉老師的角度 除了從佛教的經典跟佛教的組織 來看佛教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是公民社會 那這樣的東西是 在過去的學術界來講是非常缺乏的 那尤其甚至到台灣 我覺得很奇怪就是說 台灣公民社會平均就是一個 我們很強大的一個這個部分 然後有這麼多的宗教團體不只是佛教而已 有這麼多的非政府組織 有這麼強大的市民社會力量 包含其實包含學者 某種程度上 那這麼強大的力量 但是卻不管是我們的政府 或是我們的社會本身 其實對這些東西的認知其實很低落 剛剛特別聊到說 佛教組織其實本身 他們不太喜歡討論這些相關問題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一些 很有意思的缺位 那為什麼會產這些缺位 當然這可能就跟 這個社會裡面發展的條件有關係 那今天的主題是香港 那香港它本身的社會環境 其實只要有問題 那這等一下請劉老師來分享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其實不是 我類似的說我們不是在只講佛教 我們不是只講香港 它其實問題是跟我們台灣 我們跟中國 跟甚至世界 東南亞 也都是有相關的 因為這樣的議題其實是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行為 裡面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會接觸到的議題 牽涉到就是有你的言論自由 牽涉到你的集會節省自由 牽涉到你的怎麼樣去應對 對 因為國際關係的交流 產生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我看到很多我們是兩岸關係的 課程的同學來聽 這跟兩岸關係尤其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的研究其實就是在這個方面 我們都知道台灣宗教組織 其實跟大陸關係非常好 當然我們政府就非常非常生氣這樣子 覺得不怎麼能這麼好這樣子 那想像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張力 所以 那我作為組織員可以講太多話嗎 那我想謝謝大家的時間 交給劉老師 請大家掌聲歡迎 劉老師 謝謝 謝謝王老師的營酒大師 今天我要跟大家去談香港國教 那我不太知道在座有沒有同學 是香港同學 那有跟沒有都無所謂 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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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OK 那這個今天講的這個題呢 因為那個題的用字有點奇怪 因為一般可能不太有收散會用的字眼 那更多是我們在國教研究 甚至是humanities裡頭會用的 所以簡單解題一下 揚揚對什麼意思呢 這個詞是我發明出來的 就是抱怨被揚揚欺負 抱怨被揚揚欺負 這樣一個動作呢 就是抱怨恩 抱怨恩這個是一個憨權國教的概念 而在別的國家傳統裡頭呢 不大有抱怨恩的概念 但原因在於說 憨權國家在整個國家文明裡頭 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案例 就是佛教權到中國的時候呢 中國的王權民非常的霸達 所以你這個宗教權統在這個土地上升權下來呢 你需要對這個王權有某一種很恭敬的態度 那這個就稱為抱國恩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在藏權 我們在東南亞上座部 甚至在印度 不能說完全沒有 但是呢 完全沒有在漢權裡頭說有的那種重要性 那整個題呢 就等於說抱怨被揚揚欺負 這個本身就是抱國恩 這樣的一個行為本身就是抱國恩 他要談的是 香港佛教在戰後的香港佛教的政治靈頌 靈頌這個詞呢 我們知道不是一個普通的詞 這裡頭是專門指這個 也就是說是這個特種營業場所的人 他從事他工作的時候 那種叫靈頌生涯 對吧 是這個意思 裡頭當然會涉及到 然後主要講的是 香港佛教在戰後的這個政治跟宗教關係的變化 尤其這個變化是在好幾對不同的半酬之間的轉換 包括國共兩黨 然後呢 中國跟英國 這個中國當然是指中共 再來 中共還要指是哪一個階段 所以也涉及到兩岸關係 這樣 那我的整個 presentation 這樣就是先講 先拿一個事情是2001年發生的來講 然後呢 講完以後再追溯回去的冷戰時代背景 然後呢 就是你看時間這樣跳來跳去 然後再來一個講 2010年代以後 大概到2020開始的一個新的這個情況 那2001年的2月就說的是二十幾年前一個事情啦 就是香港的立法會裡頭有一個叫民政事務委員會 那在01年的2月就舉行了一個會議 要討論是否取締這個 是否應該要立法取締這個所謂危險交團 危險交團這個詞呢 是當時香港國教界的一些團體提出來的 那要講白一點就是我們一般所謂講的邪教 這是否要立法 而且是刑事法來取締所謂的邪教 是這樣一個爭論 那很有意思的是這樣的一個立法會的辯論呢 唯一贊成要進行取締的 是香港最大的佛教團體 香港佛教聯合會 然後呢裡頭有一個和尚叫嚴空 他是其中一個主打這個議題的代表 然後呢 這個佛教聯合會的背景簡單說一下 用兩句把它說完 這個聯合會呢 他是在二戰節快要結束的時候 因為當時二戰日本軍隊佔領香港三個多月 除了軍隊的佔領以外 也會把一些日本的僧人帶到香港去 那這些僧人當時在香港呢 是從事等於說 幫助這個日本的統治者 來跟香港社會攀交情的一種功能 那在戰敗要撤退之前呢 這些日本的僧人呢 就創立了這個佛教聯合會 然後呢等到戰爭結束 他就把 因為你反正有這樣一個會 你需要有那個會子嘛 你需要有一個物業 就把那個物業轉證給香港的僧人 條件是你繼續讓他是一個佛教的機關 那就可以了 然後就轉證給你這樣 所以很有趣的是 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成立呢 其實是跟這樣一個戰爭過程裡頭 由你跟說是由當時的敵方的手上 接收過來的一個東西 好 那剛剛提到就是佛教團體 這個佛教聯合會是主要的這個反對 主要的提倡這個刑事取締 他不喜歡的民間宗教的 這樣一個立法的倡議 那當時在立法會裡頭 還有語會的 還有什麼人呢 有八個基督宗教的團體 有伊斯蘭教的 有所謂孔教的 也有道教的 道教是他們後來沒有出席 然後還有再來是 當然你在立法會裡頭有議員 議員是來自兩個陣營的 就是泛民現在已經通通沒有了 再來就是 通通出去坐牢了 然後再來就是親北京的 然後再來是政府官員 包括這個文官 比如說民政事務處的 還有再來是警察部隊的 也都有官員在席上 但所有這些 包括是親北京的政黨的議員 所有這些人 全部都反對 立法取締這個所謂邪教 這個有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 這個像一個反差 然後呢 佛教他要求立法取締 這種所謂邪教的理由是什麼呢 當然我這裡頭不嘗試去談 我只是把他基本的要領 摘要出來 因為他們除了在會上發言以外 另外一個他們有遞交 這個請願書 租起來的東西 然後簡單來說 就是集裝異服 離群所居 教主崇拜 千禧救贖 千禧救贖就是 將來可能是 多少年以後 我們有一個大的救贖 這樣的一種信念 還有就是宇宙的宏大敘事 還有基金雄厚 然後呢 還有這善治胡亂的解釋 佛教的概念跟符號 然後呢 還有再來一點是 你看中國歷朝的統治者 都會取締這個邪教的 就基於以上所有的理由 這個國聯會的代表在立法會裡頭 堅持說政府應該是時候立法取締 這些所謂的邪教 民間宗教 當然 坦白講 這個整個爭論 我們知道不是平白無辜跑出來的 那是有一個當時的線索 實際上要談的 他們在會上沒有直接提到名字 但所有人都知道在講的是法輪功 那 當然剛剛以上所謂講佛教 因為認為要立法取締這個所謂邪教的那些理據 你仔細看一看 其實全部可以套進來去講佛教的 就是 包括基金雄厚 那香港佛教團體 經歷也很雄厚 如果你會覺得這種是一種 應該要被取締的一個理由的話 可能首先符合所有這些定義的就是佛教本身 那這個事情看好了嗎 那 當然這樣的一種所謂的 不管是法人功 還有邪教 還有什麼 用佛教自己 就正統佛教的語言 叫所謂父佛外道 就是裝成式佛教的一些非佛教團體 諸其類的 而且我們在學見在宗教學的經歷為民間 宗教 還是說民間佛教 所有這些不同的稱呼 某意義上 比較鬆動的意義下 都是講這種所謂非正統的佛教 或是說混雜的佛教 或是說不能不累的佛教 那 還有再來 這個佛聯會他們甚至也提出說 應該透過施賞 這個施賞的判斷呢 透過他們怎麼理解佛教教義 作為一個指標來有需要的時候 進行這個預防性的擊法 這個聽證就嚇死人了 然後呢 再來還要求說 更有效去防止邪教的一個方法 就是政府要去支持所謂的正教 就是正宗的宗教 好 這個是佛教在現場裡頭講的一堆道理 然後呢 很有意思的是 基督宗教都在反對 然後呢 如果我們去看雙方所用的語言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最本質性的差異 這樣的一個爭論 尤其在立法會裡頭 這樣一個爭論並不是要進行神學或佛學的教義爭論 它在處理的是一個公共議題 所以 金教那邊呢 他們有新教的不同團體也有天主教的 關鍵是他們在立法會去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所使用的語言是什麼語言 完全沒有出現任何宗教語言 用的都是公共語言 所謂公共語言指的是 基本上就是我們講憲政的語言 比方說香港基盤法 中國憲法 再來是那個聯合國的人權約章 就是這種我們聽之為限制的文件裡頭的用語 都是用這樣的一種概念 還有這樣的一種argument 來認證說沒有任何理由要成立這個形式取締 所謂民間宗教的這種理由 完全不成立 那 在這個地方呢 你會看到雙方 就是香港的佛教跟香港基督教 在有關現代公民社會的價值觀上的認知差距非常的大 因為那個佛教那邊你會看到 它其實用了不少這個宗教語言 還給你講佛教教義 基本的三法義是什麼意思 先講一堆一下 那 然後 另外一點很有意思的是 基督宗教那邊甚至講說 在我們的信仰傳統裡頭 我們的前輩就曾經犯過很嚴重的錯誤 我們都知道在基督宗教史 尤其在歐洲方面是一直有一個 等於說歷史裡頭犯的一個錯誤 就是有所謂的對異端的迫害 那香港的基督徒當時拿著東西來說的時候 他並不是以一個所謂高高在上的姿態來教訓佛教 什麼叫現代文明的標準 不是 他就直接拿基督宗教過去曾經犯過這個錯 所以我們非常的提防 提防自己再犯這個錯誤 然後呢 也把這樣一個教訓提供給我們佛教的朋友 讓你去參考 是從這個早都來提出來的 那當他在這個會議開來以後呢 是這樣子的 除了佛教以外 所有與會的人士 包括不同的宗教 包括不同的政治立場的議員 還有不同部門的官員 因為那個時候通通反對立法 就只有佛教 就一直在那邊一直要鼓吹立法 那當然因為那個不是 我們聽之外這個立法會的大會不是 那是一個小會 就是民政事務委員會的一個小會 所以呢 他這樣一個辯論 在小會裡頭都過不了 就更不用說送到大會上來進行立法的這個討論 就沒有啦 當然 但是竟由於他是在小會裡頭都過不了 所以變成說 只是過了20年 在香港社會 大概沒有多少人記得曾經發生過這個辯論 包括那些最近在觀測香港佛教 或是香港宗教 在最近幾年政治的改變裡頭的那種關聯性的那些學者 也不一定會 他們可能會注意到別的現象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頭佛教越來越 在政治上越來越high profile 但是呢 剛剛講這個事情呢 其實沒有人多少提到 那我是把立法會裡頭的 那個叫什麼 檔案就是那個讀記記錄 開會的讀記記錄調出來以後呢 把整個會議的所有細節跑為一片 那 當然這樣的一個倡議 本身有一個背景 這個背景是這樣子的 這是 其實在2001年的時候 我們後來就知道 是當時中共要跟香港施壓 是因為他們覺得整個中國都在取締法輪功 然後那法輪功的人跑到香港去抗議 然後天天舉牌說天滅中共這樣 然後 那中共的官員到了香港以後 不知道去哪裡都會遇到有人舉牌跟他講天滅中共 然後就覺得很不大爽 然後呢 就後來回去以後呢 尤其後來香港的一些字節講說 那個很有可能是江澤民直接下令的 就是對香港施壓 要香港政府取締法輪功 那施壓的方式呢 主要是三個渠道 第一個 是北京的官員到香港來的時候就直接發言 就說 喔 法輪功是結教 我們香港是時候要立法取締他們 這個是一個 再來另外一個是當時香港的特首 是那個董建華 董建華在這個會議之前的兩三個月 有在立法會的大會裡頭 他當然不是莫名其妙 他是賀應中央官員的講法 就講說 團員講說法輪功的邪教 不能讓他們怎樣怎樣 那 正式第二個就是由特首來跟立法部門施壓 第三個時期上 我們後來就知道了 就是透過佛教 透過香港的佛教來 在立法會裡頭進行這個倡議 那當然好晚的地方是這個 2001年的14年以後 就2015年 當初在立法會去極力提倡取締這個民間宗教的 這個佛蘭會的和尚 接受訪問 有一個公開的訪問 接受這個香港一個比較小的大學 四萬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的訪問 然後呢 他特別自己 人家不是問他這個事情 但他應該是一肚子這個怨氣 在那邊扛了十幾年子 自己自己把話題雕出來 都講說 他覺得當年沒有成功立法 這個很可惜啊 他會覺得說 中央為什麼以那麼樣大的力氣 去支持中國的 中國大陸的佛教 但不以相同的力量來支持香港的佛教呢 他會覺得有一種抱怨 有一種埋怨的女頭 而且呢 他話不比轉還來 還要講台灣 他講台灣 那講得很有意思 他說 這個香港佛教不可以像台灣佛教那樣子 充滿這個宗教自由 就只能把這種交派列個名單 但不能管 但不能即法管 不能取締 那列那個名單來幹嘛了 他會覺得千萬不要學台灣 他在訪問裡頭 這樣公開講 覺得他也挺坦白的 現在問題是 英文統計香港是156年 從184到1997 那有意思的是 香港的佛教界 我們講 整體的佛教界 跟這個民間教派也好 民間什麼佛教也好 其實一百多年來 超過150年 都是商安無事的 因為我沒有知道一個事情是 包括這個辛亥革命以後 大概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時候 有一陣子不是很喜歡去找宗教的麻煩嗎 那尤其在廣東一帶呢 那些 包括所謂正統的佛教 道教 還有再來那種各種民間教派 就是跑到香港去 跑到香港去 然後包括1949年以後 共產黨統治中國以後呢 有另外一波跑到香港去 這個跑到香港去的宗教人士呢 除了有正統的佛教 道教以外 也有大量的民間教派 所以呢 香港這個地方呢 一百多年都是這種正統的華人宗教 跟所謂不正統的華人宗教 共同權在那邊 步步干預 在英制期間 香港的佛教 包括剛才講到的那個佛教聯合會 從來沒有跟英國人告狀說 他們的邪教 取締了他們 從來都沒有 好 這裡頭有趣的是 為什麼在2001年就是 政權移交以後的四年 這個過去一百多年好好的關係 怎麼會反轉呢 反轉過來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佛教要要求政府去取締 這些民間教派 再來另外一點是 某意義上 佛教在香港 包括在英制期 他算是宗教自由的受惠者 那為什麼會有人在 政權移交之後沒多久 當這樣的一個宗教自由還在的時候 他會帶頭去破壞他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不是去維護他 而是去帶頭破壞他 就在整個香港的宗教界 實際上只有佛教在主動跳出來 破壞香港的宗教自由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 這裡頭呢 可能我們就需要把那個 場景帶回幾十年前 回到這個冷戰時代 那我們要講這個香港的宗教的環境 還有尤其以這個為背景來講 香港佛教的一個狀態呢 我想其中一個捷徑吧 我會覺得是捷徑吧 就是拿香港佛教裡頭的 剛才講的這個佛聯會跟政府 就是香港政府 英治政府之間的關係 還有就是北京的共產黨的建議權 跟他們的官方佛教會 中國佛教聯合會的關係 然後再來台北 尤其戒嚴時代 尤其戒嚴時代 就是87年解決戒嚴以後的那個情況 我們先不講 我講的是從1949年到1987年戒嚴時期的 國民政府跟這個中國佛教會 台北的中國佛教會的關係 就是這樣的一個對照呢 我們大概會 可以掌握到一些香港佛教的一些基本的特點 簡單來說是講就是 中共的這個中國佛教協會 它是一個完全是一個官方組織 是從上而下的 它不是一個佛教的信仰團體裡頭 一點都不關心修行 也一點都不關心佛教文化 通通跟修行跟信仰跟文化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最主要是一個官方用來管理佛教的官方部門 所以在中共這個體系底下 中國佛教協會是一個官方組織 然後它的上級單位 是包括國家宗教局還有統戰部 那這個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是台灣的話 常調的就是我記得有講的是戒嚴時期 戒嚴時期的這個中國佛教會呢 它是一個半官方的組織 那 到了90年代以後的民主化 然後關鍵是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呢 他們大概有一些不能說完全一樣 但是有一些基本共同的特性 我想 第一個是區分 從宗教傳統跟這個某意義上是 就是思想上來區分什麼為之合法宗教跟什麼為之非法宗教 首先在法律的層面做這個區分 那這個區分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合法宗教 你只要說某一個宗教是合法宗教 就在邏輯上 激動會出現一個叫非法宗教的概念 或是邪教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像在中共統治的早期有一個概念 叫所謂反動會道門 就是所有的這種什麼白蓮教啦 一貫道啦 三一教啦 這種聽之為反動會道門 簡單說就是邪教 後來是中共更多用這個詞彙 那在台灣在今天時期呢 一個很好的很典型的例子的一貫道 所以首先區分什麼叫合法宗教 有合法就一定有非法 再來區分的是合法宗教裡頭的合法成員 或是體積內的成員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一個所謂合法宗教 裡頭還是會有一些會員和成員 他好像還沒有真的完全歸隊 這個呢 也需要以某種方式重新把它納入這個管理裡頭 這樣一種背景底下 另外一個可能大體有點共通的是 官方建立一個我聽之為經濟塔式的指揮鏈 關鍵的地方是把宗教組織 宗教這個組織裡頭的決議 Decision Making 還有這個人事的升遷 財務 宗教教育 還有就是宗教的對外的關聯 就是跨國的這種宗教聯繫 還有就是政府需要宗教界參與的政治動員 所有這些都變成是 不管是在中共的體系底下 還是台灣的戒嚴時期 這種官方的宗教組織 包括佛教會 需要去滿足的一些政府的要求 就是政府會直接介入你這個組織裡頭 去干預你的從財務到人士任命租起來 所有事情他都管 我記得這件時期台灣的情況是 如果中國國教會開會的時候 沒有當時的國民黨的代表在場的話 那一季開的會的所有決議都無效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中共就更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 你會看到說 它等於實際上是 我聽說為 讓社會的宗教需要變成是 給了某一些特點的宗教 有一個特許經營的這種狀態 就是這個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經營的 這樣的一種社會上的宗教需要 就給你 比如說天主教 基督教 基督信教 佛教 伊斯蘭教來特許經營 那你一貫道呢 不可以 然後什麼那個 再來別的什麼三一教 還有什麼那種教派 通通不可以 就是它實際上是構成了某一種官方所 保障的一個有封閉性的市場 封閉性的這樣一種宗教信仰的狀態 那再來另外一個呢 這個可能是台灣跟大陸 其實在經營時期會有點差異 就是宗教辦慈善事業 那在經營時期的台灣 其實台灣的佛教團體就已經有 某個程度上可以去辦 可以展開 其實說要等到87年前以後才能充分展開 可是中國大陸對不起是沒有的 中國大陸的情況是 宗教團體不能夠辦慈善 不能夠辦醫療 不能夠辦教育 都不可以 通通不可以 那偶爾會有一個情況是政府要辦 然後政府邀請你參與 那你參與主要的方式就是來跟錢 這個是比較典型的情況 只是你宗教團體來參與的時候 其實政府的意識說要跟你要錢 但你不太能真的去積極自主的規劃來辦 這個是尤其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沒有這個 在法律層面就已經沒有這個可能性 好 這個以上講的是 建議時期在台灣跟中國大陸 一直到今天的一個很粗躁講的一個基本的狀況 可是香港的這個侯教呢 可能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 因為第一個香港首先是沒有所謂宗教法 首先是沒有所謂宗教法 那沒有宗教法就意味著什麼呢 就沒有辦法從法律的層面 從國家機器或者說政府官方power的層面 還沒合法的層面 那同樣在沒有宗教法的情況底下呢 也不存在所謂政治性的宗教責任 比方說政府要從事這個政治動員 宗教團體沒有責任要理你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 我不會偽裝 那政府也不太能介入這個宗教團體內部的各種的系項 包括政策的決定租旗類的 那香港是有一個叫華人廟宇管理條例 這個條例呢 它要管的是什麼 它要確保的是 一部分不是全部 就是財務有問題的廟宇 它的財務需要是透明的 它的財務需要定期跟政府相關部門申報 以確保它手上擁有的基金不會被非法取用 開始說都怎麼花掉 不可以 那要注意這個所謂華人廟宇管理條例 它其實不是管你的信仰 它是管理廟宇作為一個民間團體 你的財務需要是乾淨的 原因在於說 因為華人廟宇 因為這個條例是很早就成立了 1928年的原因在於說 那個時候大概有一些廟宇 這個財務不太乾淨 所以要既定這樣一個條例 來管理它們的財務 好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這是 如果當時建設一些台灣跟中共 他們的佛教跟官方的關係 是之前所講的那個樣子的話 那在英紀期間 這個佛教人會跟英國 英紀港府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從當時的台灣跟中國大陸那種關係來講 香港的這個佛教團體跟政府的關係 開玩笑講是全無關係 是一個純粹的民間團體 反而更吊詭的是 香港佛教聯合會在整個冷戰的40年裡頭 他的上職單位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佛教會 這個很有意思 我想在座的同學是比較年輕的 大概可能你會覺得這個莫名其妙 我簡單談一下 在冷戰時期大概從1950年代初 一直到1990年代 香港社會裡頭的一些團體 跟台灣的官方是什麼樣的關係 這個跟當代是非常不一樣的 是這樣子在冷戰時期 香港的政府跟台灣政府基本上 不會公開有任何來往 但私底下我的理解是私底下 還是在有需要的時候 有一些不公開的 等於說實務的處理 比方說2019年反送中的那個條例 比方說如果有台灣在香港犯法 香港在台灣犯法 然後要送回去 這個當時實際上 香港政府跟台灣政府是有私底下的操作 來完成這個最基本的一個法治的目標的 但那樣的一種運作 也不能說他很秘密 但他不會公開講 所以當時的香港政府跟台灣政府 在桌面上是沒有來往的 可是如果你講香港的民政社會呢 跟台灣政府的來往是很多的 而且那個來往是一種很特殊的 很有趣的政治關係 因為在冷戰時代 香港社會跟台灣不太一樣是 台灣的冷戰時代是沒有所謂左派的 因為左派早就已經要不送去倉庇 要不就送到監牢裡頭去了 那香港不太一樣是 香港是同時有左派跟右派定權的 左派是親北京的 右派是親台北的 他們是共同權在香港社會 包括我自己家裡頭 我的上一代跟上兩代 就是我的父母跟我的外公 在50年代的時候 他們都是香港左派工會的機場的幹部 那他們那個是 他們其實有幾業啦 但是會參加左派工會 就是你會看到在那個年代的香港社會 其實所謂的左派親北京的力量 是進入到香港社會的不同的家庭裡頭 你可能就在你身邊 你的父母 你的兄弟 可能政治立場都是左派的 而且那個左派是特別議題上 他是親北京的 所以這個是香港社會 當時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也有所謂的右派 右派呢 他的整個角度是這樣子 就是中華民國是被共匪拿去了 那很不幸我們的中央政府要流亡跑到台北來 所以我們的政治效忠 就跟著中華民國政府就轉移到台北去 就是這個角度 那這樣一個角度的人 他遍及不同的領域 比方說文化、藝術、教育、傳媒、學術、工商、宗教 全都是 都有 都有 像學術界 如果比方說是做中國哲學的 大概整個我們就知道所謂 新儒家哲學整批人都是這種背景的 那我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比方說在可能六零年代 千年代的中華民國的足球隊 你知道嗎 整隊人沒有一個會講普通話 因為全是廣東人 整隊 整個隊 整個足球隊都在香港 他們往外參加比賽的時候 不是代表香港 是代表中華民國 都出現這種情況 然後呢 他們可能連普通話都不太會講 因為反正都是廣東話這樣 就是會出現這種很有趣的局面 好 問題是英國人他是怎麼處理這種狀態的 英國的基本態度是這樣 就是基本容忍左派跟右派同時存在於香港 你可以有你的組織 有你的organization 公開的合法的存在 你可以有你的活動 你甚至可以對罵 跟對方 走跟右對罵 都可以 公開對罵可以 沒問題 唯一不能做的是 你不能犯刑罰 比方說你去暴動 那英國一定取締 實際上在1956年 國民黨在香港發動暴動 1967年共產黨在香港發動暴動 這兩套暴動非常嚴重 嚴重到什麼地步呢 有很多不管是華人或是外籍人士 都在暴動裡頭被殺害 用各種極其殘忍的手段來殺害 然後英國人是出動軍隊跟警察來取締 那問題是取締完畢以後 整個動案評定以後呢 這些左派跟右派的團體 他們是怎樣呢 不怎樣 繼續權戰 就回到你應該有的那個 法律保障的言論跟結社的自由的空間內 繼續過你的我 繼續做你的事情 繼續罵對方 但你不可以打對方 你可以罵無無所謂 但你不能去動手 這個是英國人管理香港的時候的一個作法 好 有了這個背景以後呢 我們來講這個剛剛提到的那個佛教團體佛聯會 佛聯會呢 他是這樣子的 就是他裡頭的一些骨幹的僧人呢 都是1949年的時候從大陸流亡到香港來 所以大部分是外省人 我講的外省人是從香港人的角度講的 香港人會覺得所有不會講廣東話的都是外省人 或者另外一個稱呼叫北方人 香港所講的北方人是包括台灣和福建通通是北方人 因為香港是最難的 只要會是香港對北方人這樣 然後呢 還有在政治力強散 有幾個很有意思的重點 第一個反共 第二個親國運政府 第三個親英國政府 第四個親美 而且都是很公開的 然後呢 像親國運政府呢 是這樣的 就是 由於香港這個佛教團體佛會呢 跟台北的中國佛教團體佛會是一種 從俗的關係 所以每年三十一國慶的時候呢 就是在香港的這些生人都會 你可以說一個詞叫回國 回國參加國慶 而且他們甚至會跑到當年的金曼哈馬祖前面 去捞軍的跟當地軍一樣 跑去探訪軍人 而且還有 我今天沒有把照片帶過來 一個照片很有意思 是香港這些和尚 在把金曼哈馬祖跟中華民國的 這個肯定陸戰隊的兩次部隊 那種蛙人啊 一直拍照 非常好玩 這個是親准跟國民政府那個關係是公開的 因為他們每年十月回來的時候 會順便去拜訪國民政府的政要 就是蔣經國之類的那些 每年都會見的 再來一個是親英 親英的指英是指英籍港府 尤其哪一個階段是最明顯的 1967年左派發動暴動的時候呢 這個佛教聯合會是第一批民間團體 高調的跳出來公開呼籲 這個英治港府 盡快把左派的暴動鎮壓下去 好 這個很好玩 就是 誒 這個佛教哪一個時候能關心政治啊 然後呢 當時他們甚至會提供佛教的墳場 一些墳地給在平亂過程裡頭殉籍的軍警人員 然後呢 聖經會公開聽 這個英治港府是大菩薩 大菩薩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他會保佑我們有宗教自由啊 那個時候在大陸是沒有的 所以呢 就只有在港英統治底下 我們才有宗教自由 所以呢 英治港府 這是我們的大菩薩 公開這樣講 非常好玩 那他那個時候清 英治清到什麼一個地步呢 就是大概在60年代後期呢 香港的大學生會有學運 學運裡頭呢 你不要看他學運走一樣 實際上是有完全不一樣的政治立場的 有清西方民主的 這個等於說 文先生講 泛民的那一波人在年輕的時候的歲月啦 那另外一批呢 就是親共的 就親北京的 左派的 當然他們那些人現在大概也都是當紅了 政治上當紅了 當年他們也是學運份子 那即使當年的左派的學運份子呢 就看到這個香港國家聯合會的那個 親政府的程度呢 很受不了 就直接跑到他們那個 那個國家聯合會的 會籍那邊抗議 就直接衝擊他們 而是聽到這個地步 聽到一樣左派非常溫滿的 後來這個動亂平定以後呢 這個港府呢 就跟 就該怎麼講的就是 覺得這個國內會不錯 就是 於是呢 就等於說鼓勵他們 你們其實那麼關心社會 應該多做一點公共服務的事情啊 你擔心基金不夠 你不用擔心政府給你記住 然後呢 如果你現在在網上搜尋一個東西 叫香港佛教醫院 你會找到這樣一個醫療體系的描述 這個醫療體系目前還得用的 但當初的成立就是六零年代後期到七零年代初 在這個六七暴動以後呢 成立的 這樣的一個醫療 佛教的醫療系統呢 它不是寄給佛教服務 它是一個公共服務的東西 然後關鍵的是 當時的港府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答應他們 你只要把這個醫院蓋出來 這個醫院裡頭的這個固定的開支 三分之二由政府來承擔 你們只需要去負擔剩下的三分之一 然後呢 但重點是 這個才是重點 重點是 所有的credit 所有的這個光環都是你們的 也就是說 你們站到台前去 去接受香港市民的翻譜 那我們政府只需要在後面 做一個後援就可以了 我們並不會站到前面去 跟你們分享那個光環的 只這樣就做吧 然後再來 當時的佛教聯合部 也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也成立了一個青年團體 叫香港 香港什麼東西 香港 好像香港青年 香港國家青年會 應該是假的 原因是因為 尤其暴動成因很多啦 但其中一個當時港府會覺得說 喔 戰後出生的那一代人 現在已經大概在高中 跟準備要升大學的階段 這個階段的年輕人 他們大概需要 我們需要提供一些 不同的發展的可能性給他們 這個發展的可能性 甚至不只是工作的 也包括這個 你公寓的生活 就提供他們不同的渠道 能夠讓年輕人的 講的通俗一點 年輕人的經歷有一點發揮的地方 所以呢 當時是成立了很多青年團體 辦各種的活動 從這一般的什麼唱歌跳舞跟遠足舞蹈 還有職業訓練 就讓香港那個時候的年輕人 能夠你有不同的機會去學習東西 學習學校以外的東西 也有額外的空間 可以讓你去發揮你的精力 不管你要唱歌跳舞還是幹嘛幹嘛的 那這個也是香港政府給予 他們一個資助來從事這樣的一種事情 那這個好玩的地方是 當時的港府對佛照界的幫助到這種地步 是當年 大概70年代好幾趟 臺北官方的這個 中國佛照會當時的會長 百姓長老到香港去訪問的時候呢 看了香港政府跟香港的佛照會 這樣的一種合作的關係 他選舉跟這個佛照會的僧人講說 哎呀 我看了以後好感慨喔 一方面看到你們的政府對你們的幫助 我們都很想有 但是我們的政府不理我們 像我們說什麼醫療教育 那個我們都很想做 但是當然我們一樣做不來 那我們要企圖從政府那邊取得幫助 這個幫助不一定是錢 包括政策的幫助都沒有 可是你們看喔 你們這個英國政府多好這樣 這當然有這樣一番話 而且這番話我們是從何得來的呢 白姓長老回到臺灣以後 他要寫預計的習慣 他是寫在他的預計裡頭 那後來最近這些年他的預計公開出版 我們去查他的預計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很好玩的一個事情 這個反而是我們在香港的話 因為佛聯會的他們那個檔案 照我的理解目前還沒有公開 搞不好還不打算公開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知道的 我們從香港的渠道是不知道的 我們反而是在台北這邊才知道 是因為白姓長老算是香港 這些國家團體裡頭的那些僧人 而且是最大的僧人的長官 所以他會等於說每年 他們相識國慶回來的時候 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他會記下這個香港來的僧人 他報告了每年香港社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再怎麼處理 然後把他寫下來 我們是從百姓的長老裡頭看到這些資料 好 那剛剛講了 清國府 清英治 再來一個更好玩 清美 清美是怎麼清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跟這個講出來 你以為我在講天荒夜談 還在講這個間諜想說 不是 香港侯校界當時合作的對象 在清美這個事情上合作的對象是 中情局 美國新聞處 亞洲基金會 Asia Foundation 還有就是Asia Foundation所居住的 在以香港為基地的一些外省的知識分子 他們是反共團體 然後呢 這些外省的反共知識分子的團體呢 他們成立了一些organization 其中一個最著名的叫 有聯社 或者是有聯研究所 然後呢 這樣一個有聯社 或者有聯研究所呢 他是受美方基礎的 Asia Foundation 然後背後是中情局 然後同時也會跟美國當時 派到香港的這個國務院的情報官合作 這個是有一個事情可能大家會很清楚 就是在冷戰時期 美國駐香港的美事館 規模是非常大的 拼至大概有兩三千人 要比當時美國駐Moscow的還要大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沒有辦法進中國 所以呢 只能在香港收集情報 因為有大量的難民情緒從中國逃到香港來 然後從這些難民手上可以零零碎碎的收集到 中國大陸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能會問說 那為什麼不駐台灣 駐台灣沒有用啊 你看看一年有多少這個 那個叫什麼 反共醫師逃在台灣 沒幾個吧 你如何可以比較密集的 收集到大陸的情報呢 也許軍事情報需要透過台灣來收集 就我們知道那個什麼 黑蝙蝠中隊租起來的 可是如果你收集的是社會情報 而且民情的話 台灣要 香港要比台灣更有效 所以才需要在香港的領事館 領事館 有那種龐大的偏執 然後你看 很有意思 就是這個 國聯會當時跟美方合作都是這些機關 然後幹嘛呢 也一樣 就是從逃港的難民 而且這個呢 不只49年 是49年期續到60年代 因為我們要知道香港的人口構成是這樣子 是幾乎每一個年代都會有大量的中國的人 尤其廣東省 用各種冒險的方式游泳到香港 還是翻山到香港 逃到香港來 我們現在知道的 反正在台灣也會知道的一些 香港的名人 包括這個 Jimmy Lai 黎智英 他們實際上就那個年代從大陸跑來香港的 然後透過這個國聯會做的事情是 透過這些逃港的難民裡頭的佛教圖 去蒐集有關1979年以後 一直到1960年為止的中國大陸的佛教的狀況 尤其是蒐集宗教被迫害的狀況 然後呢 蒐集以後怎樣 我今天沒有帶來 他們就篇了一個 把它篇成一個資料冊 篇幅滿大的 因為那個資料冊我有從頭到尾看過一趟 大概我推算過的 那個總的篇幅 大概 可能接乎47萬到50萬值之間 然後這個東西本來是美方參與來進行的 美方甚至有考慮過把整個東西翻譯為AE 但後來這個計畫沒有做出來 但至少中文的部分 整個蒐集了就已經有出版 這個徹底目前我們如果在網上還可以搜尋到 那這整個project 就是國聯會跟美方的情報機關 還有美方居住的這些反共的資分子團體合辦的 來做出來的 好 問題是反共反的 反成那個樣子 這個沒多久呢 問題就來了 1987年中英有關香港人的問題的這個談判 就已經拍板決定1997年香港要交給中共 那這個事情呢 就把國聯會議嚇了一大跳 因為國聯會議就剛才所講 他非常反共 那很反共的情況底下呢 如果面對這個97呢 他們經過一個內部的爭論 很激烈的爭論以後呢 最後就決定改變這個政治效忠 這個事情發生大概是1987年的時候發生的 所謂1987年發生的一個很清楚的指標是 國教聯會議他們有一個官方開幕 這個官方開幕叫香港國教 現在還有的 1987年的12月 等於其他每個月出一趟 就突然間開始用公園了 在這個之前都是用民國紀念的 你知道 那個年代的香港媒體有大量 你看他的預期 都是用民國紀念的 跟台灣是一樣的 包括這個佛教團體也一樣 是等到他們決定 這個路線 這個政治效忠需要改變的時候呢 他就第一個就把這個官方雜記裡頭 那個紀念把它刪掉改掉 改回公園 不要民國這樣 當然這個當成這個不夠的 需要有一個 當其實發生那樣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佛教團體呢 也是這個佛員會的成員 他一直有一個心願要在香港的郊區蓋一個 無比大的一個佛像 然後呢 跟政府要地要到了 從務基金也取到了 然後就開始蓋 蓋了一半以後發現那個基金用完了 用完以後呢 他們就想說 總不能讓佛像 只有下半身沒有上半身吧 所以你要把它結案 那怎麼做呢 做 因為當時的佛教界呢 基本上是在中共以外的汉權佛教 我聽之為 這種冷戰語言是 汉權佛教的自由體系 就是中共以外的汉權佛教 他們互相是有聯繫的 可能跟台灣 跟東南亞 跟歐美都要聯繫 因為基本上是同一票的 當時呢 有講過佛光山 佛光山說好 沒關係 我來蓋 我來蓋 然後呢 當時也有日本的一個佛教團體 好像很創造學會 有說好 我來蓋 結果這個事情是被當時北京駐香港的機關 新華社 余投隊員聽到了 就跑來跟香港佛教團體講 欸 不行喔 你們這個佛像蓋完以後 就已經是九七回歸了 然後你們的佛像 比方說誰給你們出基金蓋佛像 那個佛像就臉都像哪一邊 那哪有像台北嗎 還有像高雄 還有像這個東京 阿納 你不行 你不用擔心錢的問題 總而言 今天這個佛像蓋出來以後 一定要面對北京的 然後呢 像你們所不購的東西 由國家來帶 所以大家 恐怕現在已經沒有機會了 就是如果大家到香港去的話 那個飛機降落的時候 那個島叫大嶼山 大嶼山有一個很大的佛像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佛像 這個佛像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從頭到尾都是中共該的 從原材料 然後在中國大陸這個鑄造 然後呢 運來香港 在香港奏地主張 這整個過程 所有東西 從材料到技術到實際的操作 全部都是中國大陸做的 而且是中國大陸的 軍隊裡頭的一個 軍隊背景的一個國慶 大家可以到網上去搜尋一下 叫中國航天科技公司 這個公司它主要的業務是做什麼的呢 大概跟台灣有點關係啦 就是飛過來台灣的飛機 飛彈了 飛彈沒有 戰士沒有 飛機 戰鬥機 轟架機 租集了一種東西 大概都是他們這個體系做的 那他們這個體系呢 實際上又負責了香港這個佛像的 整個佛像的過程 還有鑄造的過程 好 問題是整個佛像 完成了在九零年代初 完成 而且在九零年代初 這個算是一個社會的大新聞 這個動作完成以後表示什麼呢 這表示說 香港佛教界 不只佛人會是整個佛教界 他的政治效忠是等於說公開表態 轉過來 從台北轉到 或是從本來沒什麼特定的政權取向的 轉過來 集體面向飛機 所以這個佛像本身是很清楚的指標 去顯示這個佛教的一個改變 在這樣一個過程裡頭 那所以呢 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你會看到 從中共的長度呢 戰後的香港佛教呢 首先是帶有原罪的 你反共反對那個地步 還跟美國人合作 你沒有原罪誰啊 但是呢 國家對你是很 很 該怎麼講呢 很寬容的 我理解你當時的困難 也理解你當時對國家的政策的 某一種不同意 所以我們既往不救 然後呢 給你恩賜 恩賜是什麼 看法整個佛像都是國家來幫你辦的 這個算是恩賜了吧 那所以呢 等於說 有了這個關係以後呢 就只有香港佛教欠國家了 那你是否應該在西藏的時候表達 這個漢權國教裡頭很喜歡講的報國恩 這個報國恩呢 需要公開做的 你心底下做 每個人看見就不算 你要公開做 公開做的第一個指標的動作 實際上就是我們剛剛所講 一開來的第一個活動 在立法會裡頭 然後要求香港政府立法取締法都沒有 這個就是你們這個香港佛教要來報恩的時候 第一個正式的報恩動作 我們國家沒有讓很多人做 只讓這個我們派來的官員講一講 然後讓這個特首董建華先生講一講 再來沒有人做 就讓你們佛教去做 因為這個國家對你們很好啊 所以他們就做了 所以整個剛才講的那個立法會的辯論 這樣一個議題很奇怪 對於當時的香港社會而言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議題 但是呢 為什麼會有這個議題的發生呢 實際上是由剛才所講 冷戰時代留下來的背景 是跟這個相關的 好 再來 來 那個目前 當然 我們再來可以講 目前跟未來香港佛教的一些可能的情況 那目前的情況實在很有意思 目前的香港宗教界裡頭 大概就只有佛教 他的這個大部分的這個leader 是講普通話的 因為 這個香港社會跟台灣不太一樣 但是台灣社會 語難語可能在官方的場合 不僅都常會使用 可惜在香港廣東話 長期以來是百分之百官方中文 官方的什麼程度呢 以前在英治期間 可能還偶爾會有 香港人是能講流利的北京話的 尤其如果你是公務員 如果用中文進行的 也都是廣東話 沒有人會在立法會裡頭講普通話的 沒有的 這個會很奇怪 在這個立法會裡頭講普通話 那 所以變成說在這個情況底下 目前香港的宗教界 也只有佛教的領袖是會 是有好一些關鍵人物是 只會講普通話 這個事情是非常的有趣 這原因在於說 尤其2000年以後 2000年以後有一個特點 就是2000年以後呢 北京開始推動所謂很有規劃的 以佛教作為一個政治性的 宗教工具 發展對外的聯繫 包括東南亞國家 南亞的國家 然後甚至是歐美的華人世界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呢 香港剛好是 佔一個很重要的地緣位置 如果北京政府需要跟東南亞國家 建立更緊密的 有地緣的方便的一種互動的時候 香港是一個巨點 因為你從東南亞過來非常緊 你就不用跑到北京去 而老遠不麻煩死 那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等於說在香港推行佛教呢 對香港社會本身 一方面是起對香港社會 本地人的統戰奪用 但不只這個 更重要的是以香港作為 中共的佛教往外交往 尤其東南亞跟南亞的一個窗口很重要 那在那個背景底下 香港本地成長的生人 即使包括那些親共的生人 親北京的生人 畢竟他們是在港英的背景底下長大的 他們對國家的需要的一些很威信的 對大陸人而言 不用言語的東西 可能香港人是不太能 不太有那種敏感度 而且有很多重要的一些任務 可能也不方便讓香港去執行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才會出現那麼多的大陸生人 在香港去一方面扮演國家領袖的角色 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有一些國家任務 就是對外的各種各樣的聯繫團 那在這個背景底下呢 香港本地的佛教團體 當然不只是佛聯會 香港實際上 我不太 我不想在這裡頭直接講人家的名字 反正有幾個香港佛教團體呢 我會認為是更能代表香港本地佛教的一個 好的表現的 因為佛聯會不算 佛聯會它是一個很大觀摩的組織 但是你說它跟香港主流社會之間 有多上映的步調其實沒有 反而是另外有一些團體呢 完全是本地的 然後他們跟香港社會的 尤其對飛翁時期的 那種所謂主流的 主流的 要怎麼講 方向呢 是能配合的下 能夠有這種比較 比較極端上時代的一種 這樣那種本地團體呢 在這個過程裡頭 由於國家隊的進場 他們也很吃脆的 躲到一邊去 就讓路了 意思是說 香港佛教是無能公開的代表基地 香港佛教需要由國家隊來代表 我記得我還在 之前還在佛丹工作的時候 有一趟 我那邊有一個會議 叫宗教與國際關係 然後剛好談的案例是佛教的時候 香港佛教來的代表 就是這種 就是從中國派到香港去 接管香港最大的寺院 他到佛丹來 一來開會的時候 提一句話 他會講說 我們什麼什麼事 我都要提他事 反正我們什麼事 一直以來都感謝 黨跟國家隊員的照顧 而且心想 香港會講那種話嗎 就很奇怪 當然不會 因為那個僧人就是大陸僧人 他是等於說很清楚的 有一個官方的聯繫的 會出現這種情況 當然 所以在這個背景底下 依舊的講法 97以後 佛教在香港社會的這種 政治可見度是越來越高 你會在很多官方場合 或者佛教自己的大型場合 會出現一堆中共的官員 這種情況都是 但這樣那種聯繫 他會有一些副作用 這副作用包括什麼呢 過去的10到20年 由大陸佛教帶給香港的這種 聽見為公共議題的東西 也非常多 我可以舉一些例子 比方說 因為大陸的僧人的品流非常的複雜 然後呢 也會發現有非法入境的 非法拘留的 就是入境 反而是有合法入境呢 待人不走就變成非法居民 然後貿認身份 侵占市場 偷懶 貪污 詐騙 非法 這個 叫什麼 討犯的 然後 然後最誇張的是謀殺的 大波摸的 雙頭謀殺 而且雙頭謀殺的傷害者剛好是兩個台灣後尚 大概十年前發生 然後還有再來是這些大陸來的身份不明的僧人 他們會在香港從事那種所謂放生的事情 就是零力性的放生 零力性的放生 他們透過這樣一種舉動會賺很多錢 可是同時也會讓很多的動物受苦 然後也會為香港本地的這種從港口到這個 等於說National Park裡頭的生態都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那問題是這樣 當發生這種狀況的時候 佛教徒裡頭的一些比較正式 有社會經驗或有社會條件 包括一些律師 他要去追究 追究的過程裡頭發現 這些從大陸來的身份不明的生女 不止不止正男 包括女 就是女的出家眾 他們背後 他們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都有香港本地的大的宫教團體 包括佛聯會的一些 該怎麼講呢 一方面是一種宗教上的所謂的司徒關係 但另外一方面也涉及某一種法律的關係 比方說要給你做保證人 還是說以這個機關的免疫來申請 你們這些人到香港來 所以等到這些有法律背景的 這些在家這種佛教徒 就把問題追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這些你跟說是包庇大陸生女的 不管真還假的生女的 這些香港本地的佛教團體 他們的負責人呢 就會開啟恐嚇 這些追究事情的在家中 然後你會發現所有這些 在香港本地的大的佛教團體裡頭 當家的人 不能說全部 但很多背後 或許他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在中共體制裡頭要假設的 比方說人大政協 還有再來統戰部的工作人員 但他是土生土獎的本地香港 所以你會看到說 這個事情你甚至不能只是 好像單面的 很惡人的責怪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那邊 他本來就有很多複雜的問題 但實際上 這些人接生女 看上去像生女的人來香港 這整個過程 香港本地的佛教 是有在包庇的 是有在包庇的 那其中一個呢 說起來挺八卦的 但是很有代表性 就是香港有一個戲院 一個最大的戲院裡頭的 當家的 就是等於說主管的 一男一女的 三根女呢 被這個信眾發現 他們其實是情女 然後就跑到這個時候 夏威夷去度假 然後兩個手牽手一下 然後呢 我要講的不是這個 因為這個純粹就只是佛教界的八卦 關鍵是 當這個事情被媒體爆出來以後呢 那個女的 你猜她會做什麼呢 那個挺厲害的 她就直接在Facebook上 把一個名片貼上去 那個名片是 中國統戰部工作人員 她的意思是什麼 她的意思是 我是政治特權階層 你能拿我怎樣 是這個意思 但注意喔 我講的這個街檔的森林呢 其實都是香港本地的 但他們是有在大陸體積裡頭的身份 所以就變成說 非常的 對輿論是一點都不在乎 所以這個重點 不在這個八卦的東西 而在於說 他們等於都是中共體系的道德人 然後他會 對這種社會輿論是 完全沒有任何擔心的地方 完全不害怕 當然 我想 尤其在2010年代以後呢 我會注意到一點 就是2000年所謂法輪功這個問題呢 慢慢有一點 佛教界 香港佛教界慢慢有一點 不在乎 反而是有另外一個論述來 等於說替代它 這另外一個論述呢 我稱之為香港佛教的民族主義的轉向 那個新的論述呢 是這樣子的 就是 就是在英國統計期間 由於我們佛教是華人的宗教 所以我們一直被英國人欺負 很多事情對我們很不公平 那我在猜 這樣的一個repacement 它能夠扮演的 它起的作用是甚麼 因為我在猜 你之前那個 2001年的保人工那個講法呢 如果你佛教界繼續講下去呢 你會到一個位置上 很多問題是你完全無法回答的 那個完全無法回答的 還不是剛才所講的那些甚麼公民社會的東西 而是 因為我們知道法輪功這個事情在中共的體系裡頭 是跟所謂國宅器官是連載一塊的 那這個不是一個甚麼政治陰謀論的全文 不是 這個已經過去許多二十年 在國際上已經有非常詳細的 來自這個人權法醫療界 國際法的專家 做了大量的嚴謹的學術報告 而且大概在應該一年多前 在人和國的這個 這個研究委員會裡頭有十幾個醫學家跟法學家是公開抗議這個事情 這個並不是甚麼權利 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器官移植這個事情呢 目前技術最成熟的 對不起 是中國 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 在器官移植這個事情上能跟中國相比 因為你的案例不夠多啊 你哪一個國家的這種器官移植的案例 可以有中國那麼多呢 沒有 所以我再猜 這個我是推測啦 就是在二十一年以後 香港投照的這種論述慢慢改變 是把法輪功這塊慢慢放開 換一個新的上去 是因為如果法輪功這個問題 他繼續講下去呢 他一定會在不同的公共場合 給人家問到說 他們說 你們支持這個取締法輪功 那這個我聽說 器官工業這個事情 你們怎麼看 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 所以他現在轉變了另外一個論述 這個新的論述呢 坦白講 這個抱怨英國人集民歧視的時候 欺負佛教這個講法 我是最近十年才聽到 之前從來沒聽過 這個講法有一個棒的地方是 你可以繼續講下去啊 而且能跟官方的主旋律 可以配套的非常好 而且呢 反正英國人都已經走了 你怎麼講 英國人哪有辦法 所以這個等於一個新的論述 那 所以在這樣一個新的論述底下呢 他們會提出一些所謂的領據啦 這個領據呢 是我簡單講一下 比方說 他們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呢 英國人統計期間 其實我們其中的證據是 你看 有這個基督教的聖誕節 可是佛誕沒有放假 佛誕沒有放假 佛誕不是公共假期 這是一個 所以呢 中共是很會接這個球啦 所以1997年 當年 第二年 應該是第二年 就是1998年 就立即把佛誕列為公共假期 然後呢 佛教的回應就是 你看 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嗎 就是今天一交以後 我們果然有宗教自由 跟宗教領導 以前沒有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剛剛提到的 華人廟宇管理條例 佛教接著另外一個講法就是 英國人對我們不公平的是 華人廟宇管理條例 你有沒有聽過 基督宗教教堂管理條例 為什麼不管他們基督教來管我們呢 這個也是歧視的另外一種 但實際上的情況是 最主要是華人廟宇本來它的organization 本來就不太能跟基督宗教相比 因為他們那個serve的方程是跟他一樣的 那所以後來是因為出了一些財務帳範 所以需要訂這條法例 來確保他的財政是健康的 所以無非這樣子而已 那當然另外一個抱怨是 你看香港社會你看 有那麼多基督教跟印度教學校 但沒有多少佛教學校 你看這個不是提起什麼 但這個也是很misleading的 misleading在於說 香港政府 英治政府 它不會因為你是基督教 就去基助你 那個基助是這樣子 就是其實跟齊善法律相關 就是如果你一個organization 你願意投入固定幾個項目 包括醫療 教育 社會福利的這種齊善事業 你願意投進去的話 政府可以基助你 然後你可以在政府基助的多少百分比 可能是百分之十幾 你可以拿來作為你這個團體 用來宣傳你的這個idea 宣傳你的你的價值觀 但現下的絕大部分 好像八十幾 你需要同時公共服務的 那一般來講呢 基督宗教呢 不管是新教跟天主教呢 都已經有這個傳統了 所以他們很能 很能從英治政府那邊 取得各種基助 來進行不是單純全教 是公共服務 那博物教一般來講呢 其實這個經驗不太豐富 也不省主動做這個事情 那很簡單嘛 你不主動做就不申請了 不申請當然沒有錢在你手上 但問題是英國政府也沒有說 你不做這個呢就把你取締 沒有 反正你覺得你的宗教生活 主要是集中在你個人的practice 那可以 但如果你覺得你的宗教生活 是需要參與社會的 這個由於公共事務 政府會有基助相當一部分 那基督宗教是更願意做這個事情 所以取得更多基助 所以這個考量不是你是洋人 還是你華人 還是你基督教跟佛教都不是 而是考慮你這個organization 有多強的公共服務的multivation 有多的話 你可以從政府手上取得基督 這無非是這樣 但結果這樣下來呢 當然基督宗教會多很多 然後佛教會在這幾十年 就拿這個來說就是 愛國人被歧視等等等等 就是你會看到有這樣一個 展現得很好 當然這比方還涉及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最近十年上有侯教講 因為我們是華人是人文貝齊系 這樣的一種對於基民統治的論述 其實是很中共式的 很中共式的意思是說很粗糙 你不要小看英國基民統治的低省 英國的基民統治它會打壓你華人的民族主義嗎 當然不會 英國最喜歡是去推動民族主義 華人的民族主義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 五四運動是1918年的 1918年五四運動以後 中國大陸的這種新的文化的風氣往外伸引 當時港英政府就是英治政府 他要把這個風氣抵擋住 他怎麼抵擋呢 他從廣東省請了一堆前青年代的中老先生 就讀古書的老先生來香港 他們是考上科舉當過清朝的官 然後民國以後呢 大概就變成是前朝的一年了 英文的做法是把他們請過來 請他們在香港大學開中文系 意思是什麼 就是英國會做的是 以A這個版本的民族主義 抵擋B這個版本的民族主義 這個是英國的做法 非常的巧妙 另外一趟同樣做這個事情的是 1949年以後 大概在50年代末的時候呢 成立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裡頭新亞書院 基本上就是我們讀多國哲學裡頭 新儒家呢 整批人 然後從基書院 是從中國大陸跑下來的那些神學家 聯合書院是 既不是儒家又不是基督教的剩下的文科學者 更加一塊叫聯合書院 然後呢 英國的做法是 把這些反共的 不同領域的這種 soul science跟humanity所學者 構成一個新的大學 他們這批人實際上都是民族主義者 只是他們的反共黨 所以就用反共的民族主義 來抵擋中共的民族主義 抵擋馬列瓣的民族主義 這個是英國從實習近平統治的做法 英國人並不會中共所想像那樣子粗糙的 舉凡中國人要講話 華人要講中國文化就去打壓他 才不會 香港的很多種族中文好的一個程度 是可以在廟的山門上提字的 甚至會懂中國的方言 客家話 這個廣東話 偏執點 就派來香港這些種族 不是全部 但有很多本身就是一個很優秀的漢學家 對中國文化也 至少領南版本的中國文化非常熟悉 所以並不是這種 中共所論述的所謂集民主義 就是打壓反帝文化 不是 根本不是這樣 那 所以我想 這裡頭呢 因為大概我想 我應該留下一些時間做討論 所以我這裡頭簡單做一個小結 是這樣的 就是你會看到在這個過程裡頭呢 香港佛教 他在不同的政治階段 他都會有一個做法 就是比方說在冷戰時代 他就很激烈地反抗 然後呢到所謂回歸以後沒多久 就是剛好那個階段 中共在打壓法輪功的時候呢 他們也就很熱情地參與打壓法輪功 等到2010年 開啟大講民主主義的官方 開啟大講民主主義的時候呢 這個香港佛教界也跟著大講 然後呢在這個過程裡頭呢 他也會把集民的整個歷史呢 說得一前不止 意思是說 你會看到他 在不同的政治階段 他都會做落井下石的動作 落井下石的動作 在冷戰的時代 就踢這個左派一腿 然後呢到這個2000年的時候 就也踢這個民間宗教一腿 然後到當前呢 他就踢過去英紀之間的英文一腿 就他會一直在做這種動作 那當然你可能會問說 反正一個宗教團體 他總得要生權啊 不然他可以怎麼樣呢 問題是講 香港除了佛教以外還有道教 還有很多別的宗教 並沒有別的宗教是做同樣的動作 也沒有任何一個宗教 沒有做這個動作而生權不下去 這個就是差異所在 就一個宗教團體 你面對不同競權的時候 你都至少要對競權採取某一種善意 這個我想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你對某一個競權表示善意的時候 你是否需要對某一些政治的弱勢者 落井殺石呢 那倒不一定 而且更有趣的是 你會看到在英紀期間 他會說英國人是就有宗教自由的 是我們佛教的大菩薩 共產黨沒有 那共產黨怎麼辦 然後等到法輪功的這個鎮壓的時候呢 他就會說 中共最保護宗教 然後呢 對這種壞的宗教呢 他很有勇氣去承擔 把他們排除掉 然後呢到當前呢 又換一個話題的時候 他就會把它講成是 英國人民統治的時候 非常的糟糕 我們受到很多歧視 但問題是 尤其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當前的講法 其荒謬的地方是 我不需要拿別的材料 我走哪裡 香港國教界 包括國聯會 當年自己出的材料 你自己公開出的材料 就已經足夠掌你的嘴巴了 但他們會一直講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這樣講的僧人 裡頭如果是 才來了香港二十多年的 對香港歷史沒什麼認識的 也就算了不為難 但有一些本地土生 都講廣東話的僧人 他們甚至包括一些留學 在外頭讀書回來的 也都會講這種話 然後我覺得這個才是 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會看到 你即使要去逢迎一個政權 你也需要為自己的那種 coherence 至少維持某種狀態吧 結果發現是 他每做這種動作 都是做得最徹底 好像是 如果用廣東話來講 這個叫 如果用北京話叫 有前無後 就是你當前要做這個動作 就把它做到最徹底 最到盡頭 然後你將來 遇到另外一個情況的時候 你這個彎轉不過 會出現那個情況 那 我自己估計 在未來的香港 佛教會 由於政治的背景 會 會 會 它的影響力會繼續增加 但當然 具體會 到什麼地步 或是 惡化到什麼地步呢 目前還不敢亂說 但是我覺得是 急著去觀測這樣 好 那我想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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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老師這麼精彩的分享 這些資料我想說 真的不是說我們在網路上 或是在書本裡面能夠看得到很多東西 可是又結合這麼多 我們其實都知道這些 這些蛛絲馬跡都平手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非常難的事情 好 那是不是時間關係 我們先開放 好 謝謝老師 我是民族學姓的陳南華 然後我這邊有大概三個小小的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其實也就是在談香港 他當時作為一個左派或右派共存的地方 然後其實也是反共跟反獎的這個事 所以他有一個遭地勘勢力的說法 包括就是黃克武先生在談 不莫名的這塊的訪問 那後續香港又作為在冷善的一個中間線 所以不管是CIA 或者是H1H所在 就是說這個的地人政治的這個中心點 讓他注定是承接著一種Betrinus的命運 但是似乎在現在看起來是一個選擇性 所以我就是一個 就香港的一個性 我想可能在一個方法論上面其實上是可以談的 那第二個其實想請教的是說 那香港佛教內部的意識性呢 比如說香港的藏傳佛教 或者是香港的上座部佛教 比如說以藏傳佛教為例的話 他好像的情況是是否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尤瑞芝他們的新剛成學會 或者是他們其實當初是跟四川的共感佛佛之間 原本是想要請他們過來的關係 還有包括後續張成之先生的關係 好像在這個基礎上是跟剛剛所談的佛教的這種 這個脈絡跟聖誌上面表情的脈絡有一點點區別 所以香港佛教內部的意識性 是不是可以再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那最後一個是想要談的是 那回到台灣的話 那台灣作為中華民國他怎麼去處理 1950年代以來跟宗教的關係 比如說以清田街為例的話 現在來看的話是膨脹文化中心的所在地 但是過去作為張家貨獨客圖 但是他旁邊其實又是 最早的台灣的清真寺 跟馬國方政權的關係 或者是我們再來看到旁邊的天主教 基睫教 就是說相較之下的話 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怎麼去處理 多人宗教的關係 好 你師長謝謝 好 謝謝 我希望我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那我想香港的那個社會生活裡頭的多元性 是一直持續到90年代後期才慢慢結束 那沒有那種多元性 你說他很和諧嗎?坦白講不是 那個衝突跟九分還是很多的 即說他那個多樣性 一直在整個冷戰時代就持續了 那在比較好的狀態底下就是各錯各話 那在偶爾的報告 比如說1956年跟1967年就直接打起來 那我會舉一個例子 就比方說 在97年之前香港的國慶是有三個的 一個是北京的10月1號 一個是中華民國的張徐 還有一個是嚴格來講 英國是沒有國慶的 英國有的那個所謂慶祝呢 大概有些時候可能是英女王的聲譽 有些時候叫commonwealth day 就是那個叫英聯邦日 就這樣而已 那這裡頭的三組人呢 他們很少會我們比起慶祝對方的國慶都沒在回去的 反正就是以各地分開 那當中偶爾會衝突就這樣 那所以我想香港的在冷戰時代的 香港社會內部的這種不同的政治立場 一般來講就是戶傷不來往 用戶傷不來往來避免衝突 偶爾會失控 而且失控的時候那個衝突很嚴重 但一般來講就盡量維持這種狀態 那希望有回應歸達到這個問題 那再來是香港佛教的內部 上次特別陳老師提到其中一個團體 一個藏權的團體 他的淵源是民國時代的四川省那邊的佛教 藏權佛教 尤其比方說陳老師提到的這個特定的人物 劉瑞芝 他是在香港1917年總派暴動以後 決定逃離香港 那意思是說他那個時候他會覺得共產黨要來 所以就趕快逃逃 然後一決逃逃到台灣來 因為49年紀前他是七日國民政府的軍官 所以後來就等於說把他的道場 香港留的一個 但是就考來台灣 可能在台南在哪裡 開了好幾個道場 就等於說把他的這個宗教傳承 在台灣延續下去 我想這是一種 那當然你說藏權佛教呢 這個是比較有點複雜 就是香港的藏權佛教一般來講 有兩批人 一批是洋人 香港的洋人佛教徒呢 很多是藏權佛教徒 那他們可能連中文都不大講 根本不會 所以呢 就有一點稍微避開了這個議題 那如果是華人的話 往往是這樣 這個華人會帶著自己對佛教的想像 這漢人帶著自己對佛教的想像 來信仰 漢權以外別的佛教傳統 然後在漢權佛教裡頭 我們不講政治的 我們是跟政治無關的 所以呢 等到他們要在宗教上信仰 藏權佛教的時候呢 也會帶著這種態度 進入藏權佛教 或者上座佛教 那這些不同的佛教傳統 大概多少會知道 漢人或華人都有這個習性 對 也就算了 但如果你 你不是在這種場合遇到藏權的人 尤其藏人的話 即使生人 他絕對不會跟你迴避政治 因為他們為什麼要流落在地球上不同角落 就是因為被政治拖害 所以他們是不會迴避的 但是呢 漢人的佛教徒 會帶著這個態度 進入不同國家圈頭 據說陳老師說 青年街的這個 我有先的理解 應該是當時 國民政府過來的時候 也帶上了 當時的中國大陸 尤其西部省份的 不同的 譬如說少數民族的宗教傳統 帶過來 然後呢 因為本來台北是首都 那種總不能把他們安分在台南 還是高雄 安分在台北 那 我很有先的理解 大概這個背景底下 有一點反映這些不同的宗教傳統 尤其有族裔背景 就大概是 在一個等於說 比較商進的地帶 他們安置他們的 這最後幾點 我不是很 不是很有把握 但是我很 很表面的理解一下 這個會議 這個會議 老師您發出獎益的會議 他道教缺席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估計是道教 不想捲入這個議題 有邀請他 但是他沒有出席 我們估計是道教 可能覺得這種議題 他大概也會知道說 應該是佛教出於某些政治考量 把他惹出來了 那你在現場 因為道教也一樣 他要反對你佛教 他也不太想 他要贊成你就更不少 那怎麼辦 就晚失蹤 走不出去就好 這是 這是 老師你有去求證嗎 還是說 你猜測的 我有稍微跟道教的人談過 他們會講得很白 他們會講得很白 但是他們會隱約講 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沒有需要 那就這邊我想補充一下 可能在場很多人 對於宗教研究的背景 很難了 就是說 當初他提出來這個 他不用只是用邪教 他只是用正經跟外道 對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佛教的傳統 那外道通常指的是神啊 其實就是講的就是 很多部分其實就是講道教 尤其是很多種如是道合一的那些宗教 例如說一貫道 就很容易被掛進 或者說中共的語氣裡面 掌握道門 這些東西就是會被列入外道裡面 等於說一旦有人主張 作為正道的時候 那些所謂的外道門就會開始很緊張 就自然就覺得說 公司是在講悟 所以這可能是就是說 一個長期存在的一個 一個內在的緊張關係 這個外道這個詞呢 單純外道還好 其實佛教最討厭的是那種叫 他們先作為副佛外道 就是 副佛外道 對 他們就討厭 假佛教之理 對對對 你裝成是佛教這樣 對 所以尤其在台灣的話 就是所謂觀音信仰 那其實最近不是西雲法是過世嗎 其實你可以看到 當初他們來之後 有一批從大陸來的真人 那這些真人都是在大陸受過正統 所謂正統的佛教教育 就是他們認定一個正統的佛教教育 等於他們來台灣之後 看到台灣佛教 還有台灣的民眾 大部分都信仰佛教 可是就他們的觀念裡面 這些都是所謂復佛外道 就是觀音法門 觀音信仰之類 這一類型的佛教 所以他們其實很多 如果有機會去看那個 他們那個佛教會 早期的討論的話 很多東西就是要講這個東西 原來他們認為很多東西是很糟糕的 甚至像後來 就是劉老師有提到 就是台灣的那個 中國佛教會 他們的早期的時候也會拒絕 譬如說一貫道有申請過 也被拒絕了 然後那個慈濟申請過也被拒絕了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就很顯然 你除了政治考量之外 我覺得也有宗教因素特別 到底什麼是正統國教這一點 其實國教界是非常非常堅持 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 然後這些東西一直都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好 那 因為時間真的到了 那我想 我們不要佔用太多的 因為因為等一下還有 我們主要三個 對 量力很重道 所以這個就一定要離開了 雖然我個人還有很多問題想要問 我現在進通局也還有問題想要問 今天非常精彩 然後我想祝福到最後 每次代表我都要付一個熱烈的掌聲鼓 我們是導致這個熱烈的掌聲鼓 OK 可以 謝謝